国庆节 我觉得定场诗老说这传统的没什么意思 怎么想办法用定场诗把大家伙逗乐了 今天正好我受着迷个启发 今天他们这唱歌 后台没事闲聊天唱歌 就有一次从我边上这迷给我唱一句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琢磨我晚上评书 别今天呀 昨天这生日 我这把这前四句用着 正好定场诗 还行这挺是欢迎 明年十一又还用这个 这就用不了了 礼拜六下午咱说宋金刚压宝 说的哪了 宋金刚三次回到自个的绸缎庄 把所有的银子金子金元宝银元宝 金钉的银刻子银票 整罐子铜钱 全都拿到永安桥宝橘子换了筹码 哗啦哗啦哗啦筹码似流水一样全都出去了 哎是得快 为什么呢 人家做宝 人家做这宝就为了让你把这钱都花在这 而且你是拿的钱越多你越赢不了 为什么呀 您要拿的钱多了 把这个钱让您全都挣回去了 人家还得往里搭钱 这买卖以后就甭干了 这就越干越倒 所以说这赢不了 九赌不胜手 哎这个不能赌 说说这赌局就来电话了 不能赌 宋金刚 不服 在江湖闯荡这么多年 刀头上填血 心中恨 不服 怎么办呢 把自个儿筹断装的这个房产地契 拿来 也压到永安桥宝橘子 换成钱 所有的这些东西换完了以后 整整在宝橘子耍了三个月 没回家 在这里边吃 在这里边喝 在这里边住 在这里边耍 也不出去 钱都耍干净了以后 让人家宝橘子呀 请出来了 请出来可是请出来 人家也拿他当财神爷 哎别看没钱了 人家也恭维了 您说 必定呢 您是 原来是一品大厂贵 您在我们这玩呢 您就是贵客 包括现在也是 您去多么豪华的这个酒店 多么好的这个商场 好多的这个服务人员 都拿咱们当贵宾上帝 原来我干过饭店 您说大家伙都知道 长安街 老实的建筑之一 民族饭店 我原来在那上班 我干什么工作呢 导游 深楼国旅 后来呢 因为人家说我吃的太多 就开除了 一个团呢 不够我吃的 这是玩笑 这个干服务行业不容易 会看人 会说话 这人打您身边 这么一走一站 您就得知道 哦 这人什么脾气 大概即是怎么跟他聊天 都得明白 这个宋丁刚呢 让人从这个宝局的请出来以后 自个儿溜溜答答的就往家走 心中啊 甭提多难受 不是滋味 他要说走啊 离家也近 搭哪走 离这儿不远 鲜鱼口 从鲜鱼口一斜插着过去 就是他们家 哎 狼光四挑 谢谢大家